被杭州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7年 正在浙江省第四监狱服刑的中国民主党人士朱愚夫 目前健康急剧恶化 朱愚夫和家人都担心他在狱中遭遇和法轮功学员同样的命运 离奇死亡 因此呼吁国际社会关注 正在服刑的杭州异议人士朱愚夫家人表示 朱愚夫的健康急剧恶化 随时有生命危险 朱愚夫的妻子江杭栗13号告诉新唐人 因为政治问题 朱愚夫在监狱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同为杭州的异见人士吕耿松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朱愚夫 此外吕耿松引述来自第四监狱的消息说 有不少法轮功学员离奇死亡 因为你犯人之间都知道都会讲的 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就那个地方就莫名其妙地死掉了 所以他非常担心 朱愚夫的妹妹朱小燕也表示很担心哥哥的身体状况 我哥哥就是因为说了话 写了一些字 说了一些字人应该说的话 他就这么无聊无故的这么多年 他又没有伤害一个人 他只不过是说了一些想说的话 说了一些别人不敢说的话 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 目前可以查识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就有3617人 而从99年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至今 失踪的人数不计其数很难统计 日前 原居住山东燕泰市支付区的居民杨成 来到全球退党服务中心请求帮助寻找亲人 他的妻子2004年3月10号 在家里被警察和610以及街道办事处联合非法抓走 当年7岁和5岁的一双儿女也同时被抓 他从96年开始变法了 我可以年进北京商房 找了十多次呢 04年的塞阿贝尔在我家里 警察就有货尔的610方式的 去一起把老婆还抓走了 他走以后 从那时候就失踪了 一直找不到的 原索尼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计算机工程师测试项目经理薛鹏 是北京的一名法轮功学员 最近他接受了新唐人的采访 我在这个老教所期间 因为绝食啊 被挡在这个死人床上 自知啊都被撑到 不能再衬位置 手铐啊 脚链的那些靠在床上 每天都有人来到插管 把这个鼻子管插到胃里面 有的时候会插到气管里 就插一点就枪死 2002年9月25号 法轮功学员孙继红在北京丰台区草桥附近 被三名警察抓往丰台派出所 4天后9月29号 孙继红被迫害致死 北京法轮功学员原光大集团会计师张连英 02年初认识孙继红 张连英表示 孙继红曾是黑龙江某派出所所长 因坚持修炼法轮功 被迫流离失所 那么一个年轻力壮的那么一个人 人那么好的一个人 他妻子都后来跟我讲 他说以前在当所长的时候 就是经常骂人 去脾气很暴躁 很不好 挨打人 可是呢 他修炼以后呢 他真的改了那个不好的脾气 但也没有骂人 而且呢 就处处试试啊 都是按照真善去做 为别人着想 可是呢 他却没有他立足之力 逃亡党海外的长春法轮功学员马春梅 因中共的迫害 被非法劳教两次 在黑嘴子劳教所里 马春梅被迫害得奄奄一息时 还被带到吉林省医院 做全面身体检查 因马春梅的拼命反抗 才没有被抽取骨髓 出来后 医生朋友告诉我 做器官移植 马春梅指出 今天中共对法轮功和异议人士迫害 明天就可能对其他人下毒手 他呼吁正义善良的人们 尽快帮助制止这场 惨无人道的虐杀